定能取出碧玄珠者 当为下任 清城派掌门 师尊 您的意思是 不错 为师座下弟子 只有你的灵运最强 但是师姐她 你师姐的确修为甚高 但她灵运天赋太低 炉中碧焰 她碰都碰不得 第二次昆仑决战之惨烈 你也已经亲眼目睹 虽然当年最终击退魔道 但昆仑派即便为玄门宗 也险些全军覆没 如今魔道又蠢蠢欲动 天下大事难料 玄门弟子 如果都只想天安一余 又怎能肩负 除魔未道的重任 师子 既然 你连这一番历练都不愿经受 你也依旧下山去吧 师尊 为师当年救你回来 并不是为了多一个 看守山门的人 为师多年心血栽培 并非只为你一人 而是为本派千年基业 能够兴火相传 希望你 能够懂得为师的苦心 师尊 你放心 我绝不会放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又是采花贼 这都递几个案子了 还有完没完了 每天入了夜就采花 普通人这身子能受得了吗 就凭着天天采花 还非人走避来去无踪的本事 一看就是江湖上的高手 我们能上哪儿抓去 你也认真了 正如抓捕 抓个嫌犯 那还不简单啊 你是说 走吧走吧 还是老地方 喝他一杯酒 人一草花 这嫌犯自然就有了 包子来 来 热衷包子来 谢谢您 给我拿两个包子 给我拿两个包子 谢谢 买个这把 不一样拿着啊 好吃再来啊 这把 真好啊 咱修这儿啊 你们想干什么 身手不赖 还是个小白脸 看来在京城犯下采花重案的 就是你吧 乖乖和我们回衙门 免得受皮肉之苦 你们血口喷人 京城出了采花案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们当差的只管抓人 你有话 等回了衙门 自然有大人来审你 你有话 留着跟衙门说去吧 和他废什么话 小白脸 你还不束手就擒 真要差业亲自动手吗 我倒要看看 你们怎么动手 大蓝 我看你是敬酒不吃 吃法角 兄弟 这小白脸看起来有点硬 咱们得留点神 一个小白脸有什么可怕的 这里是京师 谁敢和五成定马司过不去 那就是吃了熊心豹子板 哼 我爹说的没错 官子两个口 栽赃见害 还不都是你们随便说的 放肆 天资脚下 竟敢口出狂言 抗命巨颅 以法当主 是 兄弟 怎么样 没事 不过这小子还真有点劲 有意思 小子 今天你要倒霉了 我兄弟可是五虎刀门下高手 马上就让你知道厉害 采武 排虎披扇 陳 排虎披扇 小白脸和柴爷动手 你的功力还差太远呢 替他西洋关 再替他神绝学 该死 谁敢和官柴过不去 有本事就站出来 姑娘莫非就是 帮助在下的人 这本姑娘又怎么样 贼丫头 你是怎么看出我罩门的 不就是五虎刀吗 这么大点的门派而已 你下三路都是破绽 还好意思在这里丢人信眼 你敢说五虎刀 是这么大点的门派 敢和我过两章吗 有什么不敢 要是赢了你怎么说 要是让你这贼丫头赢了 你说什么差爷就认识吗 要是本姑娘赢了 你们就滚得远远的 别再来找这个 弱智少年的麻烦 多谢姑娘 但在下不是弱智 说的是武功 不是脑子啦 哪来那么多废话 砍刀 白狐披衫 他愣见海 兄弟兄弟你没事吧 你你到底是什么人 剑决天下苗 广闻八方道 你你你是点仓派的 啊 永远别怕 当我们五成兵马司的弟兄过来 管这贼丫头是什么点仓 还是变馒头点粥的 都统统抓回大牢去 你你你你胡说什么 就是纵布头和弟兄们都来了 也不是他一个人的对手 小的永远不是泰山 不知道是点仓派的高手到了 丘姑娘念在小的五指 放过小的一马吧 小的家里尚有七十岁的老母 下有刚满月的娃啊 现在值得怕了 昨天不是还想抓个嫌疑犯 回去充数吗 现在不是正好吗 抓我回去吧 你你你你你怎么知道的 哎呀呀呀呀呀 快走啊 你小的不开了 你小的再也不开了 你的酒瓶云龙刀是哪来的